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百年前的辛亥年 我们的先烈和先贤们 前赴后继浴血奋战 历经十多次起义的失败 终于于1911年10月10日 取得了武昌起义的胜利 从而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 结束了2000多年的君主帝制 创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大中华民国 辛亥百年在即 几年来一支埋头研究著述的 《黄花港》杂志主编 著名历史学家辛浩年先生 因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中国问题研究中心 辛亥基金会和大纪元时报的共同邀请 于2010年10月3日 在多伦多大学发表的题为 谁孕育了辛亥革命的专题演讲 也开启了他迎接辛亥百年系列演讲的旅程 辛亥年先生希望借辛亥百年的历史机遇 通过对辛亥革命的回顾与辩析 还原历史真相 揭露七世谎言 思去中共名为纪念辛亥革命 继承孙中山革命事业 实则歪曲辛亥革命 诋毁孙中山的伪善面目 团结海内外中国人 既往开来 为实现辛亥革命的历史使命 推翻专制 完成共和而共同努力 下面就请您欣赏 辛亥年迎接辛亥百年系列演讲的第一讲 谁孕育了辛亥革命的第一部分 非常谢谢大家 真心的很谢谢 今天在海外 要想举办一场 对某个政治势力来说 不大和谐的讲演会是何其之难 如果没有华侨的支持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一进门 看到了前中华会馆主席 前辈华侨侨领陈英廷先生 我心里就十分的感慨 真的没有华侨就没有革命 我今天当然不是来讲革命的 我今天是来讲迎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1994年3月14号的晚上 我跟我在合肥市的一个最好的朋友说了一句话 我说明天我就要走了 我想告诉你 如果有一天你看到大陆的报刊上要批判辛亥革这个人 他就是我 因为辛亥革就是辛亥革的谐音 所以我取这个名字 今天来讲迎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那对我来说是应该的 但是我首先还是要谢谢大家 我特别要谢谢三四年来 那些国内外关心我讲演 甚至于关心我身体健康的朋友们 因为这几年我专心写作 写辞了所有讲演的要求 这是我四年来第一次开始讲演 我特别感谢这些朋友 特别感谢这些给我来信的国内的大陆的朋友们 青年学生 还有一些国内知识界的朋友 我谢谢他们 谢谢他们的关心 我还健康的活着 我今天又来讲演了 就像中国泛兰联盟的网站上有个跟帖说 这辛亥革怎么也不出来了 是不是被共产党和谐了 没有被和谐 我不说跟哪个党不和谐 不要跟任何专制势力和谐 这才是事实 还有人说 马英九先生自从当了总统以后 辛亥革好像就睡觉去了 我没睡觉 眼睛睁着大着呢 为什么 我关心我的祖国 我关心大陆 我关心我们的台湾 怎么可能睡觉呢 我没有讲演正在写作的书 就是我研究历史的书 我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 所以我想说的第一句话 就是我没有被和谐 朋友们放心 谢谢 谢谢 我想说第二句话 说心里话 我们不反对任何一个能使中华民族进步防荣的政党和政府 但是这一次我提前出来讲辛亥革命 说心里话是共产党逼的 为什么我说共产党逼的呢 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百年一遇 辛亥革命是什么 其实解释辛亥革命是很简单的 我用十六个字就可以把它解释清楚了 相同的意思 一 那就是推翻专制创建共和 这就是辛亥革命嘛 这是盖国的讲 从性质讲 具体的来说 推翻满清创建民国嘛 这就是辛亥革命嘛 如果忘记了这十六个字 那就忘记了什么是辛亥革命了 对吧 可是我发现 中国大陆多了两百亿 拍摄大武汉 还有辛亥革命等等 电视连续剧 在他们启动仪式上所说的 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就是要证明中国共产党 执政的历史合法性和政治和理性 那就是说 那用信念一百年前那个推翻专制创建共和的革命 要证明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61周年的历史合法性和政治和理性 我作为一个学者 我没有办法赞同 第二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 在海外就出现了一个迎接辛亥革命的迷离浑腾的状况 什么状况呢 现在也有很多朋友在纪念辛亥革命了 也有很多过去否定辛亥革命 甚至近年来批判辛亥革命的一些朋友也来纪念辛亥革命了 这是好事 应该破手欢迎 但有一个问题 我最近发现有一些朋友在纪念辛亥革命的时候有五不提 第一 纪念辛亥革命不提革命两个字 第二 纪念辛亥革命不讲辛亥革命 反而批判辛亥革命 在民运的一个论坛上或民运一个政党的论坛上 连篇累都在一浪高高一浪的辱骂无限程度上 纪念辛亥革命不讲三民主义 纪念辛亥革命不提中华民国 最后还有一个 不说共产党今天专制 我这个人讲话从来直率 我可以闷着嘴巴十年不讲话 你叫我讲话我就要讲老实话 今天纪念辛亥革命当然是要反对专制嘛 你只要不专制了干嘛要反你呢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纪念辛亥革命是不大好的 这样的纪念辛亥革命有点像前年的一个所谓宪章 我不说它的背景了 我也不说它是怎样策划于北京勾连于海外了 我只说一句话 它的出现被前面消灭了杨家设警所在中国迁起的一股革命风潮 百分之九十八的晚民歌颂杨家是当代警客 之后把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日在海内外弄得这儿的黎民静悄悄 没有人说话 我不希望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也这样静悄悄的在专制的领导下度过了这个中华 民族的最大的节日因为两千年专制毁于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 中国走向共和就从那一天开始 所以我要讲辛亥革命 我刚才说了我这人不说假话 我同样要说台湾的一些朋友 最有资格纪念辛亥革命 最有权力纪念辛亥革命 最能讲清楚辛亥革命 最有感情的庆祝中华民国一百周年的 就是那个中国同盟会走过来的中国国民党 对不对 这是事实吧 可是在台湾却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巨大的新闻 要通过庆祝中华民国一百周年来 在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完成中华民国在地化 什么叫中华民国在地化 就是中华民国台湾化 通过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把中华民国缩小到台盆金马 中华民国只有台盆金马 我不赞成 我说了我无党无派 我听不惯这种话 或者是我听了心里感到非常的悲哀 中华民国就是中华民国 一千零四十万平方公里 怎么会变成三万公里的台盆金马呢 他说从意识的角度来说 那是分裂的 从地理的角度来说 我们是团结的 那这是团结台盆金马吗 大陆当真不要了吗 所以我想来想去 我应该讲辛亥革命 因为辛亥革命对于我们的意义太大了 我说海内外中国人都应该迎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这是一个最大公欲数 是中华民族所有的人都肯定和纪念的革命 而且如果辛亥百年了 我们的走向共和还在走向 甚至于被阻断了 甚至于还倒回到了专制 完不成共和 是我中华儿女 几代中华儿女的奇耻大辱 一百年了 朋友们 世界上所有从专制走向共和的国家 最长的时间是法国 八十九年 前苏联垮了 俄罗斯也只花了七十四年 我们已经是一百年了 今年的五六月份 我一个四十多年的同窗 二十年没见老同学 他来美国探亲到了我家 居然从草到晚跟我大吵大闹 就一句话 辛亥革命一百周 你不准你出来讲演 你再出来讲演 共产党就要对你下手了 我哈哈一笑 我说我年轻的时候 别人不知道你知道 我身体不好 别人说我三十岁都活不到 我现在六十三岁 多活了三十三年 我不为死何以死 拒我 我不在乎 够本了 老不信一句老话 就这样 我们四十多年的同窗 不欢而散 为了什么 为了他不给我 引起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讲演 转制的因为可以说 遍及全中国 甚至蔓延海外 其实这都是我的题外话 因为四年没有出来和朋友们见面 我真的有很多话要讲 有很多的话要诉说 尽管有人指出我 是蛮干 是行不通的 只有维护共产党的稳定和团结 才对中国中华民族有利 我告诉大家 只有坚定的走向共和 才对中华民族有利 这是一个世界大事已经证明的真理 任何汉都不得的 这是我要讲的第三句话 第四句话 那就是 我想告诉在座的朋友们 我 国企研究的主要是辛亥之后 我今天要讲的是辛亥之前 如果我哪里讲错了 哪里讲的不清楚 希望大家原谅 理解 批评 批判 因为我知道七月份 在决心放下自己正在写的书 来从事对这一段历史的回顾 研究 或准备讲演 好 我闲话修说 我们今天讲谁孕育了辛亥革命 我闲话修说 你怎么认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英雄造时事 时事造英雄 而逼出辛亥革命 孕育出辛亥革命的第一个日子因素 时代因素和现实因素 就是当时的聂强们 大家都知道 从17世纪到20世纪初年 全世界爆发了两种革命 一个是民族革命 一言以蔽之 以美国为代表 这民地宣布独立 自成国家 第二个是民主革命 曾中山也是一言以蔽之 欧洲君主的县 均为革命之所赐 就不要说共和了 都是革命所赐予的 民主革命诞生了 结果就产生了两个宪政 一个宪政是民主宪政 民主革命在法国爆发 产生了民主宪政 建立了世界上 第一个民主的新国家 法兰西共和国 民主革命在英国爆发 在王冠之下 建立了一个民主的新政体 叫君主立宪 那是世界上 第一个民主的先政体 两个宪政造成了什么状况呢 造成这样一些状况 他们都因为思想的解放 都因为科技的发展 都因为工业的革命 发展强大起来了 变成了世界强国 可是他又产生了另外一个结果 这些国家 他们强大起来了 可是他心其内 而没有心其外 又为什么呢 他对立民主了 他对外强权 他要做列强 他要瓜分世界 他要搞这民地 他要欺负其他的民族 在他们这样的一好一坏的两个榜样下 他刺激了另一类国家 这另一类国家有三个 日本 德国 俄国 日本和德国是一样的 19世纪末才刚刚接受封建走向专制 他的国家刚刚统一 在这个统一的状况下 正好巧遇了世界进步的新环境 他也需到了一点所谓的宪政 进行政治改良 他立刻吸收世界的科技和进步 进行经济改良 于是乎 这两个国家在短暂时期内由于强大 由于统一 他一下繁荣起来了 他一下变强起来了 专制的国家对类似专制对外就要侵略 这是一个世界类似上的普遍现象 于是他们就学习了个民主的力强 也要对外才是强权了 这个时候出现另外一个专制强国 那个真正的专制强国 俄国 沙皇俄国 沙皇俄国经过三十年到五十年的经济开发 忽然在全世界变成了一个专制强国 很大的一个强国 也是后来对我们危害最大的强国 俄国和日本德国 他们都强大起来了 可是日本和德国如日出身 刚刚统一国家 沙皇俄国 其实经过改良的方法 经济改革的方法 让自己回光返照 成了短暂的强国 后来他居然在中国被日本人打败 这两种力强 不论是民主力强 还是专制力强 也不论是训练出身的力强 还是回光返照的力强 对我中华民族都采取了一个非常不道德的方式 他们要瓜分中国 他们要欺负中国 孕育辛亥革命的第一个条件 民族条件 就是这样的 在聂强们的欺负下 逐渐在我们的国土上 孕育起来 那么他们是怎么欺凌我们的呢 我简单的说一说 我们今天不要一概的反对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有好有坏 民族主义是双面认 不要民族主义是不对的 过分强调民族主义是错的 讲假民族主义是害人民的 害民族的 你全民干了什么 第一条 强行侵略 大家都知道 两次鸦片战争 1840年鸦片战争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 打到1860年 民族主义强英国开始以后 法国人来了 18740侵略越南 1884年侵略我国 这云呢 包围台湾攻占基隆 这就是法国人干的事 1894年 日本人在东大沟和旅顺不宣耳仗 全线我北洋舰队 日本人打的 1900年八国邻居 美俄英法德瑞一奥加上 赫比锡11个国家 进入中国 在这之前 他们还曾火烧圆明云 这样的侵略 简直是公然的 下流的 很无耻的 可民主列强和专制列强梦 他们是火在一起来欺负我们的 他们就用这个办法 公开的 毫不备会的 进行强行侵略 第二强迫签约 他坚传地炮 我们当时中国落后 打不过他呀 一日城下之盟就产生了不平等条约 大家知道一共有多少不平等条约吗 在各种各样的不平等条约 在各种各样的专条 1115项不平等条约 其中大型的不平等条约就达到36个 英国跟我们签订不平等条约13个 法国七个 美国四个 专制列强这一边呢 日本七个 俄国六个 德国一个 不平等条约里面最早的是哪一个 1841年广州活跃 赔款六百七十万两百银 不是中英南京条约是第一个 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是中日满洲清上合约 1905年的 赔款最多是哪一个 是1901年的薪酬条约 四万万五千万两百银啊 当时的清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才八千万两百银啊 就等于整整八年当中把中国政府的收入全部拉光了 各地最多的是谁 是俄国 俄国各我们地啊 1858年 中俄爱辉条约 各我黑龙江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1860年 各我乌苏里江以东 四十四万平方公里 1864年 各我新疆塔城以西四十万平方公里 1884年 各我伊尼以西以南七万平方公里 一共一百五十一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啊 中华民国了不起 1924年 它是军阀时代的中华民国政府 就宣布绝不承认跟俄国的不平等条约 不承认被割去了这一般五十一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1942年 蒋介石先生在开罗会议上签署 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 如果今天没有 有人想走出中国的话 中华民国的地图还是这么大一个美丽的大海滩业啊 它是很饱满的呀 他没有缺这一块没有缺这一块也没有缺这一块 可是60年到现在 中国和俄国 就是49年以后的中国和俄国谈判边界40年 直到前年拿来 拿回来半个黑虾子岛 你们知道多少平方公里吗 85.5平方公里 其他的150万平方公里 你全部承认是俄国的 我不是谁爱国和卖国 这是历史事实 这些数字是记载在我们的史书上的 第三个 墙夺我主权了 列强打赢了 签订不平等条约了 就要夺我主权了 1901年到1906年 光在中国建立 由他们投资的梯路就是17条 光是梯路的售票收入 1906年一年的收入就是7000万两百银 我刚才讲了 南京政府年收入才8000万两 占我们的矿商 1906年这一年 你想占我的矿商 对我矿商的投资占多少 单纯的列强投资 39.8% 中国外合资 40% 如果统一起来算 混合起来算 外资上中国对矿商投资的 84.8% 也就是说我们的矿商 我们的铁路 基本上未 列强所有 这是我们民族的 北爱 第四 强行传教 1840年前 中国就有很多的西方教师到中国来了 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从来都是宗教自由 自想自由 信仰自由的 一直到1949年之前 中华民族从来没有什么迫害宗教 今天抓这个宗教 明天杀了个教徒 没这个事 唯一的意思是五湖乱华的时候 北周两个皇帝因为副教闹得太不像话 才限制了两次 可是洋人来了 我们也让他自由 不是中华不要你来传教 是你来传教害了我中华 因为1840年以后 他们在尖床密砲的前提下 到中国的土地上干了什么 是的 有一些传教师真的带来了文化 带来了文明 带来了进步 你不能不承认 我们搞历史要承认事实 但是也真的有那么一些传教士 到中国来做间谍的 做策反的 危害我们的 破坏我们的 有的是 短短的19世纪的最后几年 列强给中国派传教士3300人 关是山东一地 教堂1000多所 英国人评论说 在中国 那许之多多的教堂 就像一个独立的国家 不受任何中国政府官员的干涉 信教的教民们成了特殊的 和特等的中国人 中国政府拉他们没有办法 这就是强行传教 他终于引发了反教 终于引发了义和团 现在有人说义和团 招致八国联军 八国联军到北京 打中国人 烧中国人 杀中国人 是因为你义和团杀洋人 义和团为什么杀洋人啊 满清政府 火通洋教士 为了保护洋教士 在山东省东光县 方圆三圣体队 每一棵树上 挂了一棵义和团团圆的人头 这就是袁世凯干的事 洋人 洋教 你太欺负我们了 刺激大后说了一句话 两中华之物理 且御国之欢心 于是后在官场 隋远将军 就因为那个地方死了一个洋人 他差一点就被开刀问斩 广西群府 于英灵 刚刚起赴任 英国驻广西五州一个领事馆 在领事一封电报给清廷 马上就把他的 广西群府之物给罢了 当时中国著名的官邻 山西群府 于免三 刚刚去赴任 就因为英法 俄日几个国家 召会中国政府 说他跟义和团有关系 满洲朝廷 马上就把他的山西群府给罢了 欺负人了 对老百姓呢 朝着杀强底风潮之后 一个十四岁的茶馆学徒 就因为在一个洋教士的尸体上踢了一脚 洋人要求必须斩首这个十四岁的茶馆学徒 一个洋教士 因为中国的年轻的军官 满清的军官 没有保护好这个洋教士 就公开问掌 英国还派一艘军舰到长沙来观看 中国人是怎么斩杀 没有保护好他的中国军官的 欺负人了 列强 不类民主列强 还是专制列强 在中国做的坏事太多了 太多的结果就是什么 民族革命的孕育 刑害革命的孕育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列强来了 满清无能 我们中国人是能忍受的 可是我们中国人也要求进步 我们希望自己是真民族 真防勇 真强大呀 那个时代的人民 可以说比今天的人民 还要有觉悟 这句话讲的不是埋态我们自己 我们讲的是历史事实 你看洋人来了 满清腐败 内部环境发生两个根本变化 这两个变化的基础是什么呢 那就是两个不在 汉唐盛世不在了 康乾盛世不在了 两个东西都不在了 两次落后部落民族 游牧民族对中国的若清 把中国的思想文化经济各方面 停歧在 本该要很好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上 给堵住了 我们觉得我们的制度已经不大好了 要向前走了 可是那个游牧民族来一看 哇中国真好啊 中国样样都好 他把那个已经被我们认为落后的东西 当做先进东西 加以保护 这样就使得我们整个民族落后了 我这个不是民族主义的话 这只是历史事实而已 这是一个 在这个情况下 人民就要革命了 一个是革命要求在发展 人民革命经历过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传统农民革命又开始了 太平天国大家都知道 1851年元一号清兵包围 广西津田村 洪秀全和他的教友们奋战一场 把清兵打败了 十一天后宣称建立太平天国 与满清政府抗衡 三个月后 洪秀全登基 做天王 封王 然后在永安被围一年 突围以后 第二年 靖湖南 靖湖北 夏成州 夏亿阳 1853年元月占领武昌 然后诸千里 1853年3月就占领了江苏南京 建立太平天国的首都盖 地名为天津 然后派林凤强离开坊 拜坊 一个大道天津 以夕 然后派胡以晃 伟俊 西征 打着曾国凡 跳水自杀 自己写日记所 想到太平天国 中宵令起 梦魂旅见 清王朝的66万女人军 22万奇人军队 没有一个人打仗 只有靠汉人知识分子 练地方武装 来抵抗太平天国 与此同时 从1855年到1872年 贵州的苗族 在张秀梅领导下 起义18年 云南的回名 杜文秀领导起义17年 同时在这个时候 闪甘的回名起义或安徽 荷兰山东的白脸军 6万人 造成整个中国北方 清理纵魂地区的脸回大起义 而这些起义有一个 宣明的特点 一个特点 反对洋人侵略物 非常明确 第二个特点 有一点瞎隘的民族主义 叫天灭清妖 就是要反对满清 明确的反对满清 反对洋人 这是第一阶段 到了第二阶段 惠党起义 惠党起义 可不是大家所想的那么简单 惠党起义是跟当时 中国的知识分子 连接在一起进行起义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分两派 大家都知道 一是改良派 也是革命派 改良派的知识分子 康有为 梁启超 唐财长 革命派不用说了 孙中山为代表 那么第一个和惠党连接起来去发动推翻满清起义的是谁呢 是杨祠云 香港新中会的会长 杨祠云 他联系了香港三千个三点会会员 玉森东山一道发动 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 虽然广州起义流产了 但是他的影响留下来了 那是中国人民走向共和的第一步 第二次是湖北湖狼歌老会龙头老大 毕永年 带了许许多多的会党领袖到香港 和冯自由一些等新中会的人 结合在一起 拥待孙中山先生当信汉会会长 反对一个墙可以放满清 第三是谁呢 第三是1900年 那康有为娘子上很有意思 他在海外捐了六十万块钱 因为他失败了吗 他改良失败了吗 捐了六十万块钱 他又要寄给国内的唐蔡常 去发动长江七省的起义 秦王 就是保住光绪反对慈禧太后 可是他又舍不得把这个钱全借给他 他留下四十万 二十万又迟寄了二十多天 造成长江七省起义 只有安徽大通一处 雪战七天七夜 武汉的张之洞 一个早上把唐蔡常等二十几个 保皇党领袖全部赶头 起义失败了 可是那个时候的改良派 我还是挺佩服的 敢说敢干 你不是杀了我六君子吗 我就要起义 反对你西太后 保住我光绪皇帝 虽然这是保皇 这是改良 是不可能成功的 但是他有这个气概 为了康良的保皇 两户割老会的领袖 王四绝针 为改良泄出了生命 1904年 革命党的领袖黄姓 回到湖南湖北创建华兴会 和两户割老会的领袖 马夫一 共同发动长沙和洪江起义 起义失败 马夫一 为革命断了头 1906年 两户购老会的首领 龚春台 公然表示自己拥护民国 赞成地权平等 和人权平等 接受中华国民军南军先锋队 孤独的名义 衰领了平流的大起义 那是由中国的日本留学生 回来发动的 到了1908年 惠党起义军完全融入 由留学生知识分子所领导 发动的革命和起义里面去了 黑旗军领袖刘永福 他的部下王和顺 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六次起义当中的三次起义 孙中山任命他为中华国民军南军大都督 公开打着追求共和 推翻满清朝廷 今天有人公开辱骂孙中山 勾结会党 是乱臣贼子 我觉得实在是太过分了 那不是和谁会 那是民间会党 那是爱民族爱国家 并且接受了民族共和思想的会党 怎么能不能叫他是黑社会和流氓党呢 怎么能说孙中山先生是乱臣贼子呢 这些文章今天都发表在大陆的公开的报刊上 发表在共产党的自由派支持分子的文章里面 讲起来叫人痛心 后面有什么手 红手黑手还是白手大家去想吧 这是第二阶段 会党革命和先进的知识分子相结合 第三阶段我就不说 大家都知道了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 孙中山从1895年开始领导起义革命 到了1905年之后 革命党是哪些成分组成的 先进知识分子 先进的留学生 会党中接受共和宅 普通的人民 城市的工人 他们全部变成了辛亥革命 官公洪流当中的先驱 工业环境 就革命这方面来说 有了三个发展 从传统革命走向了近代革命 从农村革命走向了城市革命 从反对力强下矮的反满革命 变成了现代的具有进步意义的民族民主革命 从1851年到1991年的这60年间 中国的人民革命经过了三个阶段 它开始迈向了世界革命的先进的行列里面 那么国内环境还有一个变化 这个变化是什么呢 那就是改良 我们也不要笑话改良 也不要看不起改良 够有够的作用 当然他行不通 这个改良有那阶段 他也三阶段 我给他起个名字 叫做改良要求逐步升级的三阶段 第一个要求要求复国强兵 因为洋人打进来了吗 中国的知识分子觉得 如果我们不复国 我们不能强兵 我们怎么去跟人家打 所以魏元他们就提出来一个东西 叫做 思宜长计以至宜 我要学习你的科技 我要学习你怎么发展经济 然后把我国富强起来 把我兵强起来 你不就打不过我了吗 这个想法难道不对吗 当然对 那是不是有点天真的呢 那后面再说 他要复国强兵 有没有复国强兵呢 我下面再讲 这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要求是什么 要求政治变法 就是政治改革 康有为从1888年开始 第一次上书 要求政治变法 不得 到1891年 他开始在广州举办 万牧草堂宣传改良 宣传政治变法 政治上的改良和变法 到1894年 加武战争之后 1895年 他开始领导 一千多举人公车上书 终于把这个 要求政治变法 及政治改良 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政治改革的护士 在全中国的大地上 给鼓动起来 这就是他们的第二个要求 第二阶段 第三要求 第三阶段是什么呢 承认君主制度 要求君主立宪 也就是说 为什么日本那么一个摧尔小国 居然通过搞什么立宪 就强大些打斗 我们都打不过他了 所以我们中国要走日本的道路 他们都知道我们的秦始皇 是2100年前 废奉建之军线 统一中国 如果秦始皇 晚生2000年 是19世纪才统一中国 我们可能那几十年 成为全世界第一强国 因为他刚刚统一中国 他有一个强盛的发展期 改良他们没有懂这个道理 盲目的学习日本 要求君主立宪 提出了种种的要求 民间成立了君主立宪 要求的各种各样的团体 康尔维也被迫把保皇改良会 改成了中华帝国宪政会 这就是改良 做不升级的三阶段 当然 他们全失败了 这就是我要讲的 第二个大问题 我要讲的第三个大问题 就是专制改良的成败 孕育了辛亥革命 有人说 你这个标题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字错了 应该是专制改良的失败 不 是成败 因为他有很多成就 可是他还是败了 他不论是成也罢 败也罢 成字解放了人民的思想 激励了人民的追求 败呢 让人民的希望完全绝望 所以我说 他是专制改良的 成败孕育的辛亥革命 什么叫专制改良 是一年前 我在出版 十一新中国这本书的时候 我说了这个概念 并且做了个解释 什么叫专制改良 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权力 为了自己的奸商 永远都不会一手 而进行的各种各样的行政的 经济的思想的文化的改革 这就叫专制改良 他的目的是维护专制 为了维护专制 而不得不进行改良 法国英国俄国 世界上所有的专制政权 都干过这件事 用今天的话来说 就叫改革开放 对内搞和 对外开放 只改经济 不改政治 一手抓权 一手抓权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知识分子提出了改良要求 人民革命经过了三个阶段的迅猛发展 满前政府是不能接受革命的呀 他对革命党那是一点不含糊啊 抓到就杀 可是对改良他不 他两个方针 一个 他知道改良怎么说 还是为了我大清的 如果你的办法 对我的权力有损害 那我就一点不饶恕你 但是他不太抓 他只是压 他更不杀改良派 只杀过一次六个人 可如果你讲的改良办法 对我有好处 一 确实能让我强大一点 第二 能让我的面子才好看一点 第三个 让我能抵挡压地墙 最重要的 能够帮助我消弥革命 那我就接受 所以知识分子提出的复古墙兵 造成了满清政府 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辉煌时期 1865年太平灵国失败 到1894年中日家午战争 这三十年当中 满清政府在思想政治经济文化 政治上是不说了 但是他也有一定的行政的改变 特别是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他让一个 没有电话的中国有了电话 没有电报的中国有了电报 没有铁路的中国有了铁路 没有轮船的中国有了轮船 没有工厂的中国有了工厂 当时就造了几千顿的兵船和运输船间 而且他还有点不同 允许人民自由集社 允许人民开始办报办刊 宣扬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绝不讲什么要抵制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化 满清王朝没了水平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也就是知识分子要求富国强兵 满清王朝是真的地奔着富国强兵的道路上去走 他把一个古代化的中国迅速地在经济上推向了近代化的发展 很了不起啊 如果今天的话来说 富国强兵时代的满清王朝是取得了伟大的改革开放的成就的 上海是个小渔村啊 就像三十年前的深圳一样啊 也是三十年啊 很快就要成为世界的明珠了 中国的通商口岸 特别是上海高楼大厦花园洋房一动一动的出来了 一些有钱人那个快活 也是当时一般人所不能想象的呀 你知道他每年的地震率是多少 他的经济发展的地震率是多少 今天不是保七保八吗 他保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之二十 要知道咸丰临带中国的国民总产 占全世界百分之二十七 美国是百分之二十八 欧洲加起来占百分之二十六 我们今天还没搭上那个水平 这都不是虚幻的数字 大家一查都能查到 富国强兵 满清王朝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阶段 在当时叫洋务运动 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 他把一个落后的中国 古代化的中国 从无到有地推向了近代化 满清王朝适应做改良分子的要求 发展了中国 发展了经济 走向了近代化 他强也没有呢 他强什么呀 有钱人是多了 高楼大厦是盖起来了 没有人都有了 1884年 法国人不宣而战 消灭我福建水师 我福建水师 几乎全军覆灭 强兵没强起来呀 十年以后 1894年 日本人在东大沟和旅顺 两次袭击我白洋海军 造成黄海大战 我白洋舰队 全军覆没呀 我们的舰队和他一样大 我们的管带都是英国海军学校毕业的 跟他一样的 只是人家有炮弹打 我们炮弹里面装的是泥沙和泥土 腐败 老百姓呢 英国每日评论评论说 在满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的 三十年岁月里 人民的痛苦于日俱增 满中国到处都是盲流 农村不能安居路易 全部用到城市去打工 受城市的新兴资产者的剥削和压迫 这句话用到现在几乎是一模一样 只比他有过之而不解 三十年改革开放出的如此的成就 结果国为富并未强 人民的苦难更深了 我也有一个更大的成就 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 湖南的一个满清官吏 王贤谦弃光从商 赚的钱富可敌国 家里的庭院跟皇宫一样的美丽 盛宣怀这样的官山 成了中国的豪富 知识分子在这个状况下 我刚才提出了第二个要求 他发现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不能仅仅用在经济上 还要用在政治上 政治上必须变法 才能够真正的富国强兵 所以康有为提出一个满清政府 觉得也是有道理了 光绪皇帝生怕将来求长安不一而不可得 所以接受了康良的要求 决心变法 这个变法跟富国强兵有多大的区别呢 重要是在两条上 一条 允许人民接涉言论自由 自办报刊 宣传西方的文明 揭露当今的实弊 这一点今天中国大陆人民可是做不到 没这个福气 第二条 废除满洲贵族的脱权 把满洲贵族脱权在无需变化的条文里面公开摆出来 不允许满清清贵再享有特权 不允许满族人对汉族人有特权 这一点跟今天不大一样 今天的改革开放 中国统治阶层 层层统治集团的特权比任何时候都大 中国历史上没有这么大的 我不是非要烧着水 我们讲历史就是讲的一个对比 没有对比 因之有烈 第三 短短一百天的政治变化 上了二百六十多条的折子 上书皇帝 要求在思想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 特别是行政上进行政治改良 大家都知道这就是无需变化 垮了 败了 改良派六斤子被送上了菜市口 二十二个变法维新人士 以康佑为娘自操为首 被赶到了海外 逃亡了海外 跟1989年的情况一模一样 这是规模没他大 抓的人没他多 杀的人也没他多 刨出来的人也没他多 他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列强更加紧的对中国的侵略和瓜分 人民更加紧的革命和起义 1900年中国面临了三个形势 八国联军来了 深中山领导的惠州起义爆发了 康良发动了秦湾战争 有人说改良派是讲和平不讲暴力的 康良可不是一样搞暴力 其实用暴力这句话是不准确的 是武装 慈禧太后面临这个情况 接受支持分子们的要求 第三个要求 君主立宪 因为改良派给他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 很好的建议 说改革之机争动 革命党何以生存 如果你真心搞政治改革了 那革命党就没有人响应了 他就不会革命了 人民就不支持革命了 这真是班满清王朝 满清王朝也听了 于是1905年就宣布 要派武大臣出国搞叉 宪政 准备回来模仿日本进行宪政 1906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 就是预备立宪 1907年 他宣布要改革官制 结果呢 权力全集中到满族贵族的手里去了 1908年 慈禧太后死了 光细季也死了 他们宣布九年预备变成六年预备 发布签订宪法大纲 鼓吹君主权力为第一位 不论是政府还是议会 都必须服从皇帝的需要 改良派们进行四次请愿游行 不是被他弹压了 就是把他请送回家了 最后结果是什么呢 最后搞了一个皇族内阁 所谓改良了 有内阁了 13个内阁成员 9个是皇亲国旗 改良派全部绝望 发表 告全国希望全结束 就在这个时候 黄花岗起义不到半年 武昌起义爆发 全中国的改良派 都被满清王朝 逼到革命的道路上去了 大家都起来 跟满清王朝的命运 不改良了 都革命了 那么日备立先成功了吗 没有 失败了 他有没有成就呢 他有成就 比如说 他开放严论 这就是成就 废图特权就是成就 准备立先就是成就 他开放了人民的思想 激励了人民的追求 1895到1903年的八年之间 满清政府的工业投资 是2722.8万两白银 1903年到1910年 满清在工业方面的投资 达到了8346万元 就是银洋 增加三倍 前八年开矿 29处 后八年开矿 48处 前八年半场 一百零一家 后半年半场 三百家 这个进步够大了 是百分之百 一百 二百 三百的进步了 可是结果是什么呢 败了 改良都不改良了 要革命了 为什么 就是只搞经济改革 不搞政治改革 就是只搞改革开放 反过来更加加重政治上的权力的需要 揭取权力 用走向共和那个安徽寻服恩民的话来说 什么预备立宪 什么政治变法 什么洋务运动 都是假的 就是要抓权 人要抓钱 历史就是这样的惊人的相似 新浩年迎接辛亥百年系列演讲的第一讲 谁孕育了辛亥革命第一部分 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里 在下次的节目中请您继续收看 感谢您收看透视中国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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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